汉口站近站100多年了 第一次碰到这种风站的情况 我们现在主要职责就是守护这个大门 不让任何一个人近站乘车 在汉口站工作21年了 我主要是负责派系所的安警察委 跟武装巡逻工作 1月23日早上调整中 公安部铁路公安局 或许武汉市政府发布的消息 是当时点钟要关闭离汉通道 当时我在所里接到通知之后 立马就带着民警赶到车站来 当天有很多旅客 就是不约而同的都往车站来 因为她当时是凌晨发布的消息 有些旅客不知道这个情况 也有些旅客她抱着侥幸的心理 试一下看到点能不能坐车 我们主要是配合车站 做好解释工作 传导旅客 大过龄的都是跟家人谈缘的 这个儿子 他们因为疫情的原因 不能回家 当时心情也是比较沉重 因为这个发生在我们身边 发生在武汉 反正做好我们自己的本职工作 尽量地传导周边的旅客 跟他们做好宣传工作 车站现在进站口 加别的通道都全部用不锈钢的栏杆 都把它围起来 每天还在组织民警的武装巡逻 视频监控 可以看到它整个战区的状况 汉口车站作为华中地区的话 最大的客运站 往年像在群运气军 到发旅客是30万人次以上 但是今年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 这个1月23号车站封闭之后 就没有旅客进站了 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 这个疫情物质的转运工作 运过来的这些口罩 医用的这些防护服之类的东西 会到这里到达 我们就会组织民警 和这个车站的工作人员 去帮忙这个转运物资 到达的旅客都比较少 都是一些到武汉来增援的 这个医护人员 因为武汉的这个疫情吧 把这个全国的这个医护人员 都集中到武汉来增援了 转运这个疫情 防控物资的话 有76批 13675斤吧 互动这个医护人员的话 六七八人左右吧 印象深刻的就是 二月十九号 就是有一位荆州的三岁半的小女孩 就是因患那个障碍性贫血 急需药品 后来就了解 只有这个湖北 湖北武汉的这个协和医院 有这个药品 就要从我们汉口联系车 要车地到荆州 当时我们得到这个指令之后 立即与志愿者取得联系 因为他当时在协和医院 在购买那个药品的 当天最后一班车 就是下午十五点 五十五分 是最后一班车 开往这个荆州的 志愿者就是在 十五点四十八分左右 把这个药品拿到的 这个汉口火车站来了 当时时间比较紧 跑过去的话 估计赶不上 就用我们这个广场的巡动车 直接被开到站台去 当时车上广播就已经播了 就是准备要关门了 就是立即与那个车长取得联系 就是要求把这个药品 带到荆州 这个药是相当于救命的药 车长都还比较理解 就是把这个药品接了之后 用这一块的速度 送到这个患者的身边 只要我们指责方文类的 我们都尽量地 跟他去协调解决这个事情 有的全国人民的这个支持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的话 一定会打赢这场防御攻击战 有信心有决心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